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赵培怎么说 大家好 82年版本的连续剧《西游记》可以说是经典 剧中孙悟空的扮演者六小灵童也是大名鼎鼎 最近唐僧又谈上大事了 不过这次妖怪太厉害了 大师兄也只能跟我等凡人一样在微博上喊冤 这只妖怪就是中共 4月10号六小灵童在微博说 买有玄奘大师铃鼓的西安兴教寺 正在面临着大规模的拆迁 当地政府开出的拆迁原因是丝绸之路 临核申移的需要 据说是要投资兴进 新国寺佛教文化旅游景区建设项目 寺院的住持阻止无效 因此六小灵童在微博上呼吁宗教局可以帮助 要我说猴格尔这招真没用 白骨精要抓唐僧你个牛魔王喊员管用吗 兴教寺有1300年的历史 兴应于唐代 安葬着去印度取经归来的高僧玄奘法师 唐高宗因为要改葬 所以进了五层的灵塔 后来唐宿东亲自为这个灵塔提字 兴教二字 所以寺院也取名兴教寺 兴教寺在历史上经历过毁坏和重建 现在由定房 藏经楼和塔院三部分构成 中共这次是要把这个寺院拆除三分之二 然后种上草 美其明月文化产业 兴教寺已经不是中共为了搞旅游 搞房地产破坏的唯一寺院 网友说法门寺 卢关台 包括现在的大宴塔 都变成了豪华的旅游经典 文物的原貌都找不进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九平共产党》当中的 凭中国共产党破坏民族文化这一章节 这里面说的十分透彻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以如是道的修炼信仰为根 能够包容 能够发展 能够维护人间道德 能够使人有正信 现在中国的道德水准可以说是极具的下滑 那么这是谁的过错呢 大家都知道中共统治中国的时间越长 道德就越败坏 这已经是个事实了 特别是江泽民开始的腐败治国 整个中国社会的道德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了 中共这60年是在毁坏了中国人的根本 毛泽东时期的毁坏是人人都能够看得尽的 改革开放以后 中共是用党文化渗透进中国的历史当中 特别是历史剧 历史人物都变得跟共产党员一样 要搞阶级斗争了 寺院变成了风景区 现在甚至要改成房地产项目了 没有了信仰的根本 道德自然只能是越来越坏 在中共倒台的过程中 我们要归正被中共扭曲了的道德和良知 才能让我们中国恢复到大唐的兴盛 退党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是一个找回自己良知和勇气的过程 好 谢谢大家 今天微视频就到这里 更多微视频在新唐人网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